咋样了? 没咋地儿 没咋地儿吗? 没咋地儿 缓过来了 王正? 你好,你好 你好,让你久等了 没没没 久等久等 你这买的啥呀? 这买水果,是那椅子 这太见外了 我们家人最怕的就是欠人情感 没事 太见外了 他说那什么? 他说到中午了先吃饭 然后一会儿去家 你要是冷你就向家溜达溜达 我帮你拿着吧,快沉沉 不用,我滴了,我滴了 哎呦,我的天 王老大买了很多水果 这让于美娜非常过意不去 赶紧就带着大家到饭店吃饭了 你喜欢啥? 你就来一个,来点个性 我啥都吃,没有不吃 你来了,你帮我给你拿 这些都不吃 不用,今天我买的 那你不用,石头钱不用我吃 一会儿你输 你输了,我赢了,你不去买 我赢了 行 炒那样就不是,就是点菜就看 不过抠操呢 挺大气的 我觉得,第一感觉我对他挺好的感觉 也就是他的人很厚道 很厚道的原因就是他这么沉 那么大一包的水果 里面什么都有,然后 站在那里一个多小时 先别说这两个人的演员是否合适 但从厂量大方这一点 红娘觉得,这两个人还是很有默契度的 你现在做啥工作 你现在做啥工作 做点,倒点点树苗子 哦,树苗 那什么季节就是能 就村秋,两季 那其他业余时间能做在啥 那就是业余时间就搭到零工 那你现在职业干啥啊 我现在只能这么待着 因为我家里帮那个 那什么人太少了 只能这头三年 我一直还是要忙 自己开个店啊,什么的 我现在不大景气 刚好有意外的事就停下来 嗯 想来还是打算再做点什么 适合自己的 什么饮食也行 或者说不方便的 走一步,看一步呗 你有孩子吗 嗯 有孩子吧 孩子没了 啊 孩子没了 嗯 什么没了 现在就一个人 哦 那怎么 男孩女孩怎么就没了呢 哪一个人 嗯 男孩 得病没的 这么苦 太不容易了 就是 什么病啊 嗯 肺散赛和肾病综合症 那多大走的呀 二十三 那这几年 这几年的事呢 二年 不到二年 嗯 希望反正就是 我不提了 再不提了 嗯 就是开开心心 嗯 面对呗 生活是这样吧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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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面对现实一天 对啊 安排这会儿 你老天是这样安排了 那咱们就是面对 对 不容易 挺好的人 但是他的遭遇也是太太凄惨了 这么大岁数了 是吧 而且没了儿子 这些心情 哎呦 要是我 你看我都崩溃了 我看他挺坚强的啊 但内心肯定也挺苦的 嗯 那你媳妇呢 那你媳妇呢 那怎么就 媳妇是这么事儿 孩子呢 妹妹之前没离婚 嗯 没完以后吧 他三天他就走了 为啥呀 他压力崩溃了 也别说崩溃不崩溃 嗯 完了走了以后 我心呢 这边是他说 出一散散心 嗯 走半年了 我一看也没回来 那为了我现在 给法院起诉离婚了 嗯 孩子有病 之间他护理 一直没护理过 怎么有这种人呢 你看 那我心我以后我有病 他不能护理我 我就发院起诉离婚了 其实我的话 我跟你生活二十三年了 有再多的恨和怨 或者吵和闹 但是到这个时候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就是说 互相去勉励 或者说到最后大家说 嗯 可以的时候 或者是真的没有的时候 我再走 我不会在这街路园上走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太小了 余美娜刚一见面 就问了对方孩子的问题 这让现场的气氛 稍微有点悲凉了起来 于是红娘就提议先吃 吃饱了再烙 我说我没吃饱了 我吃饱了 我带孩子去 你叫个孩子哪儿了 嗯 才三岁 大哥说一下你这个孩子 对 他还不知道 我是在外地 外地那时候吧 我原来也做点生意 后来停下停下了 然后又去了 去了就是住那地方吧 刚好有个邻居 有个邻居就认识了 认识了吧 她的遭遇就是好像 我家里也催 就是我那时候三十五六岁了 家里就催 就是好来得找一个 是吧 然后我就 因为以前也就是封闭感情 我就试着跟她接触 她接触认识半年吧 就无意中就有小孩了 叔叔在她这个年龄 她也到了要孩子的 这个那个 那什么 当时三三月确实就是 怎么也是 好帅 嗯 而且小姑娘都比较天心 孩子从来没见过她这个亲生同情 有个小孩还能开着心 我都记得 一点点接触 主要还是姑娘符合你要求什么 对呀 以后有个伴儿就不挺好 他大一点就核心 他现在小 是 三岁的 三岁的小孩往下好忍 有个孩子还比那个还小 孩子也没问题 是吧 后来又提到爸爸的词儿了 我说 我说爸爸 然后就说 跟我说了一句完整话 阿姨 爸爸干啥去了 这两句起个月 阿姨 爸爸干啥去了 她有幻想 对是不是 她心里有幻想 唯一我经常跟我说的一句完整 嗯 嗯 当然有一点 就是好奇是她这后话 其实以后就是我们俩真正给你写过的事情 就是跟她爹一点联系都不行 那咱说话没毛病 对不对 什么意思 就是跟她父亲根本就不能联系了 孩子 那是亲生父亲是吗 嗯 那再来呢 那我就放不上了 这说心里话 我养我瘾了 嗯 这个不可能 因为我 试图有几次 给她 给她机会让她来都没办法 无论是王老大 还是余美娜 从见面到现在 两个人几乎没谈论过工资和房子的问题 她们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 所以我说你就是你彼此的好感就是出去看看 留个微信下留个电话 嗯 一点点了解 嗯 行 人家也不是一天两天 咱们得提出这些话呢 对对对 天天就有一点点了解 我的关键吧就是对互相去了解 为什么要往情侣的方向发展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原孙就是这么奇妙 孩子的问题一说完 两个人觉得其他的问题都不重要了 余美娜邀请王老大 现在就到家里见见孩子 那么统统见到王老大的时候 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我想数一下数一下 就是有点小性子 小孩子 嗯 我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她 我还没有那么懂事 太小了 睡觉了 小女孩 一进屋 余美娜直接把王老大带到了孩子的房间 可惜的是小宝贝彤彤彤睡着了 宝贝彤彤 我握住你的小手 我握住你的小手 幸福的滋味 温暖我眼眸 亲爱的宝贝 我最亲爱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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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想的 小姐也要秀重 是这样 是这样 这样你干一干 是这样 跟我睡着了吗 他也买着这个东西 他还今天非常简单 反正喜欢他问这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说 会的 你怎么说 我说这个是你这个 王爸爸买的 把王子的杀手都起掉 对 爸爸买的 行